第五首歌 接下来 两队将由我们的梦想制作人 胡彦斌老师出题 两轮演唱过后 由胡彦斌老师来决定 获胜队伍 第一名的优先选歌 第二名优先演唱 接下来我们有请胡彦斌老师 为我们公布敬演题目 接下去要唱的这两首歌 都是来自于我的作品 然后一首是红颜 另外一首歌呢 男人KTV 扎西战队 你们两位选什么 红颜还是男人KTV 我觉得根据老师的音色 改编的空间红颜更大 所以选择 红颜 那么金子这里就只能唱 男人KTV 哇 你看两个男人的战队 选了红颜 一男一女就选了男人KTV 各位 你们有两个小时时间做准备 就决定着谁将登上 这将会是中国兰十周年的 演唱会的现场 单独表演 现在请各位去练习事实准备 稍后舞台上我们再见 谢谢 红颜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 我觉得 红颜颜老师的是偏柔 所以可能我们往刚的方里去吧 把他唱得更摇滚 嗯 咱们现在差不多顺势 嗯 听见诸久未 一礼北为谁 哎 老师来了 哦 我们在私下还在讨论 中文版来 对 你好 老师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静歌前 嗯 把你的那 你的戏曲上面的这个 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融合 可以 就是按历史上 应该是高健离送静歌 好 风 风潇潇溪溢溢溢溢溢寒 你能撞死一去熄不复还 复还 风 哎呀 对不起 我 我就精据不是精据底子 我只是拍戏学了那一点 哦 然后但是真的很有意思的事情 涉江卫视有个老师叫夏夏老师 他是戏曲的票友 是 我们可以把它找来之后 把它架结成 一个比较正确的 面白方式 好 对对对 能不能帮我们去请一下那个夏夏老师 哎呀 啊我们选到了这个歌 不是我们选的了 我是被迫选到了这个歌 而且实情歌我也不是特别能善良 因为我平常都是唱律动比较多一点的 放了什么 比如说 主要是我现在有一句问题 就是 那块 我和你晚辈 啊对对对 动过手术 对然后就是 不能像声音唱那么高 就上不去 那调改一下 女朋友是唱的什么来 声音 声C不行 那 全都走在 到这样必试试呢 我和你晚辈 在 就演不行了 这样到自己试试看 那人 那人呢 那人呢 唱对谁来听 下一首 有没有你心情 我和你晚辈 在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电了个电这样可以唱的话 我们在想其他的风格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什么样的风格 去把这个不太一样 好 好 我还有想法就是我们到时候乐队可以做那个 下下老师 下老师 在工作当中 麻烦您 我们想在红颜前面因为是古风脑 加一个 清剧念白 试试看 风消消气 风消消气 一水盘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冰冰哥 冰北老师 你们俩干嘛 在外面 你在讨论那个歌该怎么改 怎么改 他是觉得不太自在 我觉得听你唱歌应该没有问题 给你们提个建议 你们虽然一段 一段的话的话 最好是有一点层次 因为只有一段 对 然后哪里可以往下降一降 然后再喊起来 比如说 我和你晚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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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直接就进 这一个停阵就够 就马上气氛就不一样 对吧 好厉害 好 就这么定 就这么定 好吗 那我们来照一张像吧 来 来 我先帮你拍 1 2 3 这个OPPO拍出来的确不错 对 厉害 好 好 拜拜 你别说 这个OPPO R17 Pro 你也拍工的 是不是 对 就拍得也很清晰 OPPO R17 Pro 对 测试 这个就 我这儿有点高 你再回来的那个金剧的这一段 因为那个速度已经在外面 它会很难进来 好 就这儿就还是延续那个ROCK的 嗓子就是不行了已经 G G key 第一 两级 继续ここ 回头 是 有请李奇和金子演唱《男人》KTV 我的声音我好喜欢 好听 好听 唱着星辰 随风远去的回忆 说着念头 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 男人歌 唱你些来题 下一首 有没有你信息 我和你完遍 在无人的街 唱起又唱出我的情节 男人歌 唱你些来题 下一首 有没有你信息 你的歌 让我走得好荒满 趁一寻那首歌 唱得他自己 男人的原来 唱的都是不敢说的 心情 唱着星辰 唱得太 尹一寸 谢谢 谢谢 好 好 有请于逸和扎西平措演唱红颜 有请于逸和扎西平措演唱红颜 风啸啸兮衣水汗 装饰一句兮不赴欢 转身 那个转身 千中秋为 饮一杯为食 你为我送别 你为我送别 胭脂香味 能爱不能给 忽然抱着 之前有多长 地有多远 送了哪一个 送了哪一个 你是灵胸 救出的不理不回 这笑有多威胁 是穿长不恙 这泪有多莫美 只有你知道 这心没有你 活着可笑 这心是英明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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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求换来红尘一首 这英语如果还能轮回 我愿意来上座牛马 我愿意来上座牛马 愿要与天亮相随 我愿意去 увing 我愿意去世 我愿意来上座牛马 你无奋怀 我愿意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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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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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把蔣先生送給她們 有請教練 要有請金子和李奇來到舞台中央 哇 等待還是非常有價值的 讓我們再次感受到了 兩組在音樂上面的用心 那麼現在問題就來了 因為我們畢竟只能選出一組 是余翼還是金子 最後成為在這場會是中國藍 十周年的晚會上為我們獨唱的 再不過今天這一場 嗨 男朋友 OPPO中國好聲音專場 來選定的這樣一個榮譽歸屬呢 現在我們就請胡彥銘老師 來到舞台中間 這樣吧 咱們就用中國好聲音的方式好嗎 請金子和余老師兩位站在胡彥銘老師身旁 胡彥銘老師 我幫您拿畫筒 請您植起他們二位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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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計時 現在 開始 開始 五 四 三 二 一 恭喜 註冊 余翼老師 成為了本場的最終勝利者 然後特別感謝 扎琪評作來助力我們的追夢歌手 余翼老師完成了他的夢想 其實我剛剛一直在猶豫 我覺得好難選 余老師他其實已經是一個非常成名的藝人 他其實有很多的舞台 但是金子的話他可能很嚮往這個舞台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猶豫 但是余老師今天他也是一個歌手 他不是演員 他可以撿起自己內心的這個夢想 可以在舞台上去燃起的時候 我覺得那也是非常非常的珍貴 如果是一個比賽的話 他可能還是要看綜合的一個秀的這個呈現 我覺得余翼他們這個歌的秀 其實會更加的完整更加有寓意 衝擊力會更強 當時李奇跟金子 在這首歌上面已經做了很大的改動 而且已經發揮得很好了 可能是這首歌的情感的表現 可能在這樣的舞台上顯得弱了一點 所以我剛剛在這樣評斷下面 我還是舉起了余老師的手這樣 再次恭喜余翼 也希望現場能夠再次想起到目前為止最熱烈的掌聲 為金子鼓鼓掌 謝謝金子 謝謝大家 謝謝 也希望金子不要灰心 即便在最黑暗的時候 只要你還在繼續閃亮 總會有人看到你 對 下一季那個好聲音繼續站 即便在最黑暗的時候 也還是會有那一顆一顆閃亮的星星的 雖然星星的光亮對於黑暗來講 可能瞬間會被吞噬 但是只要你能夠堅信 你身邊還有很多夥伴一起在閃亮 只要你還在繼續閃亮 總會有人看到你 夜晚中拍出來的相片 往往是這一身很難得寶貴的經驗 會常常被翻起 所以要在黑暗中拍出好照片 就一定要OPPO R17 Pro 來 我們大家一起拍張照吧 好嗎 你為金子留下今天這寶貴的時刻 為我們自己留下這次重聚的時刻 來 讓我們一起用我手中的精采OPPO R17 Pro 紀錄下這個美好的時刻 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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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世界